終點也是起點的故事 其實這個醬料啊 是要自己拌喔 就是你可以加辣椒啊 還有一些蔥末跟香菜 都是自己的口味自己來調 還有這個非常重要的檸檬 我來酸一點好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看看這個河粉的味道 先不沾醬了 看來會好吃 它裡面有包肉 可是吃起來很像沒有什麼太大的味道 你怎麼講 沒有什麼很重的味道 可能是要沾醬 我沾看看 果然沾醬之後呢 才比較有味道 就覺得說它可能是 因為這個皮嘛 跟那個肉可能本身味道不是很重 所以真的這個醬料很重要 那我覺得吃起來口感啊 很像比較薄的龜仔條有沒有 就很像這種龜仔條把它捲起來 把肉包在裡面 是沒有到我想像中那種很美味的那種感覺 但是其實也不錯啦 有這種當地的風味小吃的特色 所以呢 我記得可以來嘗一嘗這個捲粉 和口小吃越南特色捲粉 對 在用完這頓有越南風味的早餐後 我們也準備好好的來逛逛 河口這座城市 在此 疫情要推薦河口的大眾運輸工具 電品車 這種車在縣城裡到處跑 整個縣城繞一圈才兩塊錢人民幣 而且是隨朝隨平 真是既環保又平移呢 花了兩塊錢用了十分鐘時間 很快繞完縣城一圈之後 我們來到河口精明邊茂商場 不過當地人習慣叫它越南街 那因為越南是主熱帶地區嘛 其實它產了很多很多的水果 那現在在這條越南街呢 也看到好多水果在這裡賣喔 有一些有看過的台灣也有 可是有一些就感覺好像都不曾看過耶 那這是什麼啊 這個是越南水果叫雞蛋果 雞蛋果 這台灣就沒有了耶 它有那個吃下去有一個像雞蛋一樣的口感 你看 我原本以為是可能切開來像柳冰那樣 可是不是耶 對 它沒有紙嗎 沒有紙喔 嚐一嚐 好 嚐一嚐 鹽為主 這是 這是 好像蛋糕喔 對 雞蛋香 嗯 好香 哇塞 跟我嚐到的水果完全不一樣耶 真的好不像水果喔 叫雞蛋果 對 雞蛋果 嗯 好好吃喔 感覺可以讓點心吃 你熱的時候可以多吃兩個 真的啊 那我就把這個吃了 那這個是什麼啊 我剛才也看到它長得好奇怪 這個東西也很難吃 越南街就沿著紅河江邊而見 早期只是越南人過來河口做生意 臨時形成了集市 後來規模漸漸變大 越南人也來得越來越多 因此充滿了濃濃的越南味 是來到河口遊客最愛吃的地方 因為除了各種熱帶水果之外 在此可以買到Made in Vietnam 有越南特色的各式商品 因此有人說 來到河口沒去過越南街 等於沒到過河口 那這條越南街呢你看 他們啊 因為這裡其實是有通過核准的喔 他們可以就是半年半一次簽證 然後允許越南人呢 在這邊開店 那每隔半年就要再去簽證一次 所以啊我們看到很多東西呢 都是越南的 可是我覺得就是好像很多東西 其實在中國這裡都看到很多東西 看得到的 只是上面就是掛了越南的文字 那我把這頂帽子呢 那我把這頂帽子呢 來 送給你 好可愛喔 而且綠色跟結色超搭的啦 太入戲了吧 好啦 那我們就帶帽子 繼續前進啦 走 還在負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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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還你們謝謝 謝謝 謝謝 這次一新來到河口 是從昆明連著顛月鐵路 一路往南好幾天才到的 當然啊 主要的目的還是尋找 與顛月鐵路有關的事物 不過我們來到河口站時 整個車站已經沒有 昔日法國建築的樣子 就連車站附近的建築物 都沒有留下任何的畫室建築 雖然河口站已經不帶有古老的味道 不過小河告訴我們 來到河口一定要去看的就是 中越邊境的中越鐵路大橋 從河口站通過一條隧道後 就到了 我們剛剛在外面有打拼過啊 這個隧道呢 只有101.3公尺 所以非常的安全 不用燈也看得到 你看 馬上就看到那邊的亮光了 因為是白天嘛 所以還好 總之隧道不會像上次一樣的 這麼恐怖 在很快走出隧道後 沒多久我們就看到了 中越鐵路大橋 不過由於橋頭是軍事管制區 我們無法接近拍攝 只能找一個制高點取進 而且呢 我們在車架也打拼到 很快的有一班 從越南開往中國的貨車 就要經過中越鐵路大橋 於是我們就靜靜的等待火星的到來 天越鐵路的命運 一直和戰爭脫不了關係 中法戰爭成就了這條鐵路 而後對日抗戰時 拆了部分的鐵軌和橋樑 直到1957年才有全線回復通車 之後1979年 中越邊境戰爭開打 越南又炸毀了大橋中斷隱疏 直到1996年 雙方才又重新回復通車 電越鐵路傳奇的歷史背景 坎坎坷坷 真是令人感嘆 你看我拍到了 而且我還用錄影喔 動態的 整個超V真的啦 好開心喔 可是那個火車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短耶 好像只有三節 對啊 只有三節 而且我發現它上面現在寫東方紅耶 我原本以為會是越南的火車 怎麼會出現一個東方紅啊 小河 鬼神 這個東方紅這個車頭啊 是我們出口給它的 哦 對 所以我們這個國內出口給它們 所以越南那邊的車頭大多是進口的 就是從國外進口的 對 越南的號稱那個萬國機車博覽港 各個國家的機車都有 哦 那也有他們本地的嗎 嗯 他們自己不產機車的 自己沒有火車頭嗎 對 他們到外面都是進口的 嗯嗯嗯 包括比利時的 巴西的都有 哦 所以上面還是就是會有各國的那個語言在上面 哦 那我現在就真的體驗到你們說那個雲南十八怪 火車國內不通通 國外 對 那現在啊 我們好不容易等到火車來了 也該去吃飯了吧 好的 又肚子又餓了 好 那你還要再補幾張鏡頭嗎 好 好 硬要拍 一定要拍 好 那看你拍哪裡 我就拍哪裡 跟著拍就是 天月鐵路通車後 法國人在一本總結報告 《雲南鐵路》中寫道 雲南真正的海上出口並不在東方 即廣東和香港方向 而是在東南方直接由紅河山谷 向海邦和東京灣方向 其實天月鐵路不僅拉近了地理上有形的距離 也無形地拉近了雲南與外界文明思想的距離 而這一接觸點 第一站就是河口 雖然啊 如今的河口車站 站台不再是昔日的法式站台 也沒了代表性的巴黎三面鐘 不過這條迷鬼天月鐵路 百年來成績的歷史韻味 早已經深深刻印在河口人民的心目中 在結束河口拍攝行程後 在結束河口拍攝行程後